哈囉大家好我是蘇瑪 我今天想要來分享我做愛與風生日記150天的心得 我今天主要要著重想要講愛的部分 在愛的感受上面 在100天之前呢 我感覺好像有介意一個喜歡的人 在第100天左右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真的是喜歡他 好像身邊都充滿了我愛的人 可是我應該是要讓身邊充滿愛我的人 比如日記寫寫寫寫寫 對我喜歡的人就越來越在意嘛 然後發現他原來這就是愛的感覺 那個愛的感受就越來越明顯 大概150天左右的時候呢 我好像可以感受到 無時無刻感受到 我是被這個世界愛著的 這感覺真的非常的奇妙 就是你會覺得好像 這樣子的陽光這樣子的空氣 這樣子的每一天 我這樣子的活著 我自己心裡面就會開始覺得 我是被大家支持的 我是被天地萬物 被大自然宇宙 被Ba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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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甚至是被朋友同學陸人 我是這樣子被支持著 活下來的 覺得很感動吧 然後我也會 非常自然的去 坦露我自己的心情 然後也 我覺得也不會再害怕受 受傷 一方面可能也有是在 療癒內在小孩的關係 我這中間都還有陸陸續 跟我那個喜歡的人來往嘛 我中間有跟他告白過 然後對方沒有跟我在一起 但是我還是覺得 嗯可是我就是充滿愛啊 我還是想要喜歡你 所以我就是繼續喜歡你 昨天嘛 他就 有偷偷說 嗯有啦 他有喜歡我一點點這樣 呃 覺得很感動 有沒有喜歡我 雖然我還是會建議 但是更多會 覺得好像我 好像我可以更愛我自己 我知道 大家都是愛我的 然後我也可以去愛大家 我看我自己的時候也會覺得 好像 好像我可以慢慢感受到大家是因為被我的愛所吸引過來 大家會忍不住來跟我講話啊 說話啊 或者是 給我工作啊 然後想要跟我在一起啊 嗯 不管好的壞的都會一起靠過來 然後喜歡我的人也變多 好像大家都 確實都很喜歡我 然後我也很喜歡我自己 我很愛這個 這個世界的每一件事情 直到現在這一刻 我的心情也是這樣 感覺自己是充滿被愛的 然後我也有很多的愛可以去愛別人 然後別人會因為我的愛 而自動被吸引過來 對我好 因為這樣子好呢 讓我有更多的愛可以去回饋 好像就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吧 好啦 今天 第100集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的愛的故事 今天就先這樣 掰掰